張晉酒 我們今天的選題就是《張晉酒》 是李白的作者 很多人都知道 我先讀一篇內容 君不見忘河知水天上來 奔流渡海不復回 又可以讀不復回 君不見高唐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無成說 人生得已須盡寬 莫使今進空對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頑復來 鏗陽載喉且為樂 回須一飲三百杯 神夫子登憂生 張晉酒杯莫停 二君歌一曲 請君為我傾已停 請君為我傾已停 因為另外有版本 請君為我傾已停 忠古賺慾不足貴 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言皆寂寞 唯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適時煙平樂 抖酒十千痴歡藥 指人何為怨小淺 經致孤酒對君尺 五花馬千金求 夫兒將出換美酒 異議同銷萬古首 這首詩是千古傳頌 很有樣子 所以應該很多人 未曾看過都聽過 尤其是那些金句 所謂名句彩結 好像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頑復來 很多人都懂得讀 不讀都聽過 原文就是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君是一個尊稱 任何男女都可以 即是你這樣解 易文就是這樣說 你難道看不到澎湃的黃河水 好像是由天上流下來嗎 那奔流到大海 從來都不會回頭 這個大家知道自然現象 你難道看不到父母 即是高堂 即是我們的父母 他們很多時候就在鏡子 明鏡那裡 即是一個很明亮的鏡 不是說打破了那些 明鏡 我們看了 即是對鏡照著自己的頭髮 那些頭髮 早晨還是好像青絲 那樣黑 那樣亮 但是到了晚上 好像好雪一樣白了 即是形容 使時光過得很快 人生在世 得意的時候 就要盡情歡樂 這裏即是 即是原文那裏 這裏解釋 人生有得快樂的時候 得意的時候 就要盡情享樂 因為時光是很短暫很快趣 別樣凶凶的酒杯 就對著清灰的月 這麼好的時光 上天 他說生我們 一定是有用 沒有子地 即是一定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即使洗光 但應該是還能夠回頭 所以他們盡情享樂在這裏 攀陽灼牛 湯羊湯牛 好大的驗霉 今天相逢 就應該是 痛飲三百杯 即是很歡樂 大家都 慎夫子 擔憂生 快點喝酒 好了 不要停下來 我們都為你們 我為你們 唱歌作慶 請你們 則以傾聽 我細細讀給你們聽 我為你們的歌聲作慶 忠明鼎食的生活 是不值得珍貴的 即是說忠古賞有不足貴 為什麽忠明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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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古代那些人 很大的驗霉的時候 一定是名忠 極鼓 一種增加一種歡樂的氣氛 即是叫忠古賞有不足貴 他們說這些都不是很珍貴 我們現在眼前的 我就說希望喝醉了 永遠都不醒過來最好 但願成就不願醒了 自古以來那些聖賢 都是很寂寞 因為他們未曾喝酒 所以沒有留下那個名字 即是說 李白來說 我們這樣喝酒 唱歌作慶 那些名字 將會歷史留名 不會寂寞的 這樣解 唯有這個美酒佳牛 才可以留下這個美名 在這裏 李白的觀點 陳王適時煙明樂 陳王即是曹擲 是曹操帶三個兒子 亦都是那個詩人 很有名 這個紫豆研豆姬 七步成詩那個 他們都是希望好情 盡飲來製造歡樂 享受歡樂 喝酒的歡樂 就不在乎花費多少錢 指人不會說 因為請大家多些喝酒 而使得金錢太多 他們都不會這樣喝淪色 儘管喝完再買美酒回來 即使用名貴的 那些五花馬 五花馬 以前來說都是古董 都是值錢的 值錢的千金球 千金球 就是那些很名貴的白毛 那些狼毛 那些狼毛 整成那些皮草 古代來講都是很名貴的 一件就值千金 千金球 那些千金球 就賣了來換美酒 呼而將出換美酒 即是叫個 可能是一個 有些是 呼銅將出換美酒 有些本版 即是銅 以前那些 稍為好一點的人家 讀書人 都有那些叫做 銅博 或者讀書銅 這樣 呼而 這裡是呼而 呼而可以解釋 或者叫個兒子 不要管了 總之叫他們 就拿那些 這麼值錢的 名具的東西 就賣了 買酒回來 再次盡情喝 那些壽司 大意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欣賞它 就是 因為很多書具 街具都是千古流傳下來的 這一首 亦都是很有名的 幾乎 你不要看過 都聽過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善盡還復來 即是一種 很樂觀的精神 態度 心態 不用仇家 我們有財幹 花了些錢 可以很容易又 玩回來 所以李伯 是一個 浪漫主義的 詩人 即是他 是豁大不羈的 總之 盡情 豪放 這首詩 真是 都是一個典範 完全表現出 他這種 人生的 態度 由於 他的文藝價值很高 加上 所以 千古傳重 很容易 可以讀書 或者 不懂 都聽過 他 那些 首詩 在什麼情況下 他寫的呢 他說 亦都是 叫做 賜金還鄉之後 就是 唐元宗 上一次 我們講的 《下路難》 都講過 就是說 唐元宗 本來是 召過他 朝廷那裏 就是說 想 給什麼職位 他做 但是誰知道 去到 沒有職位給他 他就在 他就在 無聊 然後 唐元宗 就 不要他了 給錢 叫他走 離開長安 所以 他就 非常之 鬱悶 就是說 我 有才貫 而且是 你叫我來 雖然 你給了錢 我 叫我走 差不多 對他 才華 的 侮辱 所以 他非常之 不開心 然後 也寫了 張進走 來 書解 他的 屈滿 激憤 不滿之情 就在這首詩 表露出來了 那個 年代 叫做 天保十一年 即是 公年 752年 那時候 距離 現在是 一千 一千 五百 幾年 現在 二零一百 距離 這麼久 那時候 私人 那些 政治的環境 對於李白來說 他是覺得 很不好 那些 那些奸臣 他認為那些奸臣 當道 李林浦 這個高力士 高力士是他太監 在皇大面前 是很得寵的 所以 他就是一個殘 很多 對皇大來說 是一味 投其所好 去高慰他 所以得到皇大的寵愛 尤其是楊貝 那個年代 所以李白是很不喜歡的 但是 沒有辦法 他又不讓他做官做事 所以 他想施展他的 壞頭 或者政治的觀點 都無路 所以他就非常之鬱悶 很不開心 他就去坦房 他的朋友 即是神夫子和丹丘山 是他的好朋友 這個丹丘山 是一個隱士 隱居 隱居 一個隱屍 所以他們三個人 神夫子和丹丘山 三個人 經常去到 這個丹丘 袁丹丘 即是他姓袁 袁丹丘 去他那裡作客 因為他隱居 都在那個叫做 嵩山那裡 這個隱居的地方 總之是一個隱居的地方 那麼 三個人經常登山 就去喝酒 淫屍作對 很歡喜 很什麼在這裏 他這次這麼憂愁 這麼什麼呢 亦都是得到 這個袁丹丘 就請他去他家裡作客 所以就引致這麼大的場面 這麼歡樂 這麼多朋友在這裏 在這裏 這麼大的場面在這裏 就寫成這一首詩 千古傳眾下來 我們讀古人的詩 就知道當時社會的環境 朝廷那些政治的環境 都是由這些詩句那裏 反映出來 所以我們讀書 就是不單止是明白 古時人的生活狀況 政治環境 經濟的情況 朝廷的性衰 都可以知道 尤其是唐朝 聖唐的時候 就是產生了很多詩人 唐詩也是由那時發展到最頂盛的時候 所以叫做唐詩 以後唐宋元明清 一直這樣下去的歷史 很多都是會在這個基礎上發展上來的 宋朝就是宋慈很發達 一直這樣流傳下去的 我們與這首詩 亦都看到李伯的人生觀 聽聞說 他是對高力士 楊貴輝那些 是很不喜歡他們 那種政治的黑暗 高力士和李林浦 就是排擠那些有才幹的人 或者有正義感的 敢於向皇帝提意見 就是妒忌的 所以李伯就是很不服氣 都是這樣的情況下寫成這首詩 但是他的首詩 那個文藝的價值是很高 他善意運用誇張的手法 好像說 黃河之水天上來 由崩流到海不迴 我們普通來說 黃河的水通常是很猛的 即是很急流的 急速的 我們另外有首詩 就是叫做 滾滾長江東細水 亦都就是說 那些水流很急的 不論黃河也好 長江也好 他現在說是黃河 亦都是很急流的 那些水好像在天上流下來 因為根本水跟天上 軟旺真的好像黏在一起 所以就是 黃河那些水是由天上來的 它一流到大海就不會回來了 亦都是一種很誇張的手法 跟著那句亦都是 《關不見高》和《明鏡碑白飯》 《朝而不清思慕成雪》 亦都是 即是說 早上還是很白髮 但是到晚上已經 整頭白晒了 亦都就是說 那個光陰過得很快 所以人生就要 有歡樂 就要及時享受 有什麼不開心 要說完 就是一種很誇張的手法 我們平時 哎呀 人是老的頭髮慢慢白 那就很平淡 但是它的誇張手法 就令到你 哎呀 那些時光真是過得很快很快 真的 早上 你可以說 又年輕 很快到了老年 這樣 所以是 一種很誇張的手法 但是它誇張一來 得來就是 令人 有很深刻的印象 亦都很有興趣 去來 品味它那些 它的意思 所以它由於這樣說 一些時間 時光這麼急速 就應該怎樣呢 人生得意的時候 就要 盡情歡樂 就是 現在它這個 勸走歌 另一個題目 是勸走歌 這個是 古 更加古代 更加遠久 這個題目 它引用的 叫做 張像酒 亦都另外一題目 是勸走歌 就是勸走歌 這首詩 所以就勸起人 回須一喝三百杯 又是很誇張的 你想想我們現在現代的人 不要說三百杯 三十杯 你的胃都死了 哪有這麼多 但是它又沒有說 杯是多大 我當你的杯不是很大 你沒有理由喝到三百杯 那個人怎麼放下 又是一種很誇張的手法 就是盡情去喝 所以說它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 是有些擴答不羈的 就是不用限制 我喜歡怎樣誇張 但是誇張得來它有一種藝術性在 所以就是非常令人喜歡去品味 去了解它那個藝術的高超 所以它又再舉例 但是怎樣我們要盡情去喝呢 他說陳黃色氏燕平樂 陳黃是曹操的 是曹操的大三個兒子 那它亦都是在那裏做些喝酒 跟一些朋友這樣 在那裏好像李白那樣 是希望盡情喝酒 就是要買酒 10千斤花藥 一斗那些酒 古時那些一斗的量 我們就未去研究是多少 一斗的酒已經值10千了 即是說價值很高的那些美酒 即是陳王就買那些這麼美的酒 就來宴客了 盡情吃歡藥 即是說 盡情豪飲 喝到醉為止 即是說證明李白引用他 即是說陳王適時煙瓶樂 他也是這樣 請朋友回來豪飲解售 因為曹聰有三個兒子 他最初本來是想給曹席介衛的 但是最後就給了他大佬吵 他亦都有憂鬱 所以差不多情況相同 所以他引用陳王適時煙瓶樂 酒酒十千癡歡藥 癡亦都是盡情 歡樂 這樣喝酒 這樣喝到 就算沒有錢也好 子人都不會因為沒有錢 而至不買美酒來喝 就算我用了五花馬千金球 叫小孩出去再次換美酒回來 以你和蕭曼古仇 其實這句是最重要 因為他講完大自然的黃河之水 所以他招而青絲的炭時光過得快 但是接著他就變了很歡樂 轉 不風一轉轉很歡樂 人生得意雖盡歡 一直這樣說 他講了這麼多歡樂 喝酒的歡樂 喝酒怎樣可以醉了解愁 雖然是講了這麼多喝酒的歡樂 但是最後一句 他想喝醉了 以你和蕭曼古仇 喝醉了希望沒有了些仇苦 只要這句 為了他心中的不滿 因為皇帝 完全都不重視他 不重用他 這一首也是 我們上一首講過《行路難》 亦都是皇帝赤金還鄉之後所寫的 兩首都同樣 去將詩人的鬱悶激憤 對朝政的不滿 曾經我們聽過 李白寫了一首 三首叫做《清平樂》 但是我們都可以拿它來講一下 清平樂那裡皇帝叫他去寫楊貴妃 希望皇帝怎樣賺貴妃和他的愛情 當然了 照他入宮 照他入宮之後 他就因為不滿高利是 高利是經常在皇帝側跟 去到他也是喝醉了才去的 然後他說寫詩磨脈 首先磨脈 就要高利是 找一隻大腿 那個畫面 放在他的大腿那裡 叫高利是磨脈 就是說侮辱他 因為知道他是不好人 所以他就侮辱他 然後他嘴到嘔 所以他這一種叫做什麼 放落形客行 所以他什麼都不顧 其實你說如果說起來 他也是很多事情 皇帝不喜歡的 對不對 所以他被皇帝刺走了 也都是現在來說 我們從政治的觀點來說 你一定要對當權者 你是有一個了解才行 所以李伯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們是知道些 但是他的文采 文艾的手法 那些詩詞歌父就是千古傳重 還有沒有詩詩的 評價給他 詩詩的 就是好像神仙公 這個 有一句叫做 一路都是 應該是讚李伯 也都是 或者之前流下來 叫做什麼 落不千元以馬可待 也都形容下李伯那些才華 敏捷 即使在馬上也好 你只要給他一個紙筆 他很快就寫出一千個字出來 也是誇張 李伯誇張 我們其他的人 這樣給李伯誇張 他的才華是非常敏捷 快捷聰明 好像真是神仙一任 那麼通透的那些 寫的文章 表達的意志 大致上都是這樣 有啦 來 來 做得很難 還給他